话说这戊戌变法 对慈禧的冲击 实在是太大了 差一点 他就变成了囚禁在迎台的那个人 虽然他在这场权力争夺战当中 最后取得了胜利 而且已经把政敌给软禁起来了 但是慈禧仍然感觉到不安 光绪就像一影子似的缠着他 万一将来国家出了什么乱子 肯定会有人打着光绪的旗号造反 一旦有人让最高领导者夜长梦多了 他这处境快就危险了 慈禧决定主动出手 先为废掉光绪做好舆论的准备 要废掉光绪的话 最好的理由 莫过于就说皇帝身染重病 皇上身体不行了 你还能让他当皇上吗 对不对 光绪24年4月以后 公元1898年 京城里到处都流传着 皇帝身染重病的小袋消息 有人说他患了临阵 有人说他得了腹泻症 还有人说皇上得的是咳嗽症 反正皇上没什么好地方 什么症都得 五花八门 光绪就成了各种病症及大成者了 其实光绪最大的病案 恐怕就是抑郁症了 这些谣言都是从内务府的太医院里边传出来的 咬鼻子有眼 有人还说 光绪之所以患重病 就是因为吃了张应环和康有为送来的药丸子 看着谣言满京城以后 慈禧接下来又以光绪的名义 发布了一道诏书 说这个朕最近身体很不舒坦 经过多日诊治 还是不见效果 民间如果有通晓医术的神医 各位大臣一定要举荐给朕 越快越好 这道诏书这个语气太避震了 特别像是光绪亲自下发的 诏书下发之后 慈禧就下令全国通缉康有为 这时候康有为已经逃走了 慈禧不是不知道 他这个目的就是把康有为定为叛国罪 同时也给任何有违心思维的人敲敲警钟 千万不要再有改革的念头 否则严惩不待 康有为也听说了国内的形势 他也是个聪明人 知道光绪这个处境太危险了 很有可能被慈禧废掉或者是杀掉 想到这一层他也很心疼 康有为一度想不开 想要跳海自杀 结果让朋友给拉回来了 普通人可能看不出来 可官场上面的人一眼就瞧出来了 慈禧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废掉光绪 慈禧这种做法不仅在国内引起了不满 也让西方列强很愤怒 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表示反对 而认为一旦废掉了光绪 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而且光绪皇帝并没什么大错 胡广总督张志栋的态度也差不多 不过他更老成一点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上海的一些商人甚至联系海外侨胞 公开致电慈禧 请求慈禧保护圣公 看到国内的反对声浪这么高 慈禧也就没有贸然的采取行动 更让慈禧没想到的是 西方列强这个反应 居然比中国本地的还强烈呢 变法失败之后 保守派控制了朝政 列强对此是非常担心的 毕竟以光绪为首的维新派 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 维新派掌权的话 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 所以他们很担心慈禧的掌权 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更担心中国会倒退 重新掀起排外的潮流 列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中 都可以看得出来 列强最希望的是 中国建立一个开明的政府 跟他们的制度呢 有一定的相似性 这么一来呢 这交流起来才更顺畅一些 当各国驻京公使 听说光绪病重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些公使强烈要求说 我们要进建这个光绪皇上 一些外国人甚至已经担心 这皇上别是已经死了吧 是不是让慈禧秘秘秘的 就给弄死了 在列强的一再盘问之下呢 慈禧的代言人一框 也只好对各国公使表示 可是大伙都甭着急 咱们皇上活着呢 依然健在 各国公使说 那皇上在 你这跟 那甭说的了 我们抓你时间瞧瞧去吧 是不是让我们见见皇上 我们才相信呢 我们想请一名 杨医生为皇帝看病 如果确实如你们所说 那我们就信 慈禧说那那行啊 我让你们看病 现在这我们爱新觉罗的家世 轮着你们这帮洋人 过来插手来了吗 你们算哪根从哪头算呢 可是列强的不好惹的呀 他们首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攻击慈禧赞扬光绪 还把军舰呢 开到了中国海域 举行示威游行 慈禧呀 一看 再这么折腾下去 这事要遭险 怎么办呢 最后终于做出了让步 允许杨医生进攻 给光绪诊治 那么为光绪诊治的呢 是一个叫做多德福的法国大夫 这多德福啊 查了一圈 结果是什么呢 说光绪华确实身体不太好 但是呢这个说肾脏有病啊 但总的来说呢 没有什么大问题 身体不好 但不至于说就病的 都上不了潮了 多德福呢 还给这个光绪提出了诊疗方案 多德福自信的说 说就照我这方子去调养 光绪皇上很快就会痊愈的 多德福的诊治 这一下子就戳穿了慈禧的谎言呢 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 慈禧只好放弃 废掉光绪的阴谋 不过他可没死心啊 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荣禄这不是跟慈禧走得近吗 深知慈禧的心思 但是荣禄并不赞同慈禧的做法 他也不希望废掉光绪 袁世凯曾经恳请荣禄 一定要保全光绪皇上 就荣禄的本心来说呀 他也不希望光绪皇上受伤 这个皇帝已经非常可怜了 而且说实在的 皇上所作所为确实是一心为国 你就这么一个皇帝 如果还要废掉或者是处死 在荣禄看来都觉得这玩意天理难容啊 荣禄不知道啊 该怎么着劝说慈禧 就请教李鸿章 李鸿章那看法呢 跟他也是一样的 李鸿章说呀 说太后啊 有这个意思我也知道 但是这事可万万不能这么干呢 如果阁下配合太后 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大逆不道 你想想看 这个事一旦要是发生了 各国公使首先抗议且不说 各省的封疆大臣 那也会集体不满呢 一个不小心激起了兵变 那可了不得呀 你再说了 太后跟皇上那是母子的关系 这天伦之情跟这摆着呢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 你可一定好好劝劝太后 荣禄想了想说 那你这玩意我必须尽力 随后呢 荣禄就见了慈禧了 说听说太后老婆 想废掉皇上 有这事吗 慈禧那小脸 冷刷刷的 无中生有 从来就没有的事 荣禄说 那没有就最好 太后应该知道 自事体大呀 千一发而动全身呐 慈禧说 可那皇上 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这个你也瞧起了 哎 荣禄说皇上不可以废 但如果太后 想要安心一点的话 不妨给皇上 选了一太子 皇上无子啊 可以在宗族里边挑一个 慈禧也不自声了 想了一会儿 嗯 你说的未尝没有道理 把慈禧经过反复考量呢 最后选定了 端郡王 载蚁的儿子 普郡为大阿哥 慈禧啊 本来特别讨厌端郡王 在宗室中啊 让慈禧喜欢的 说实在就没几个 但是载蚁呢 对慈禧是有隐功的 怎么叫隐功呢 在新有政变中啊 他处理不少 戊戌变法中呢 他又主动向太后告密 慈禧立他的儿子 也算是一种回报了 慈禧虽然是个权谋女人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的 他是善于祭仇 也是善于祭恩的 当时普郡呢 还没成年 立他的话呢 那肯定是特别好控制 慈禧呢 就带着军纪大臣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光绪 你觉得怎么样啊 光绪这边胆战心惊的 我没意见 啊行 慈禧说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立太子啊 在历朝历代 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清朝 不正常了 为什么 自从雍正设立了秘密建储的制度 其后再也没有皇帝公开立过储 慈禧呢 公然违反组织 其用意也非常明显 就是要限制光绪 一步步的解除光绪对自己的威胁 而这个时候 光绪表面上还是帝国的首脑啊 实际地位呢 根据政治犯也没什么区别了 首先手里没权力 对不对 但影响力他还是有的 在许多朝中重臣的眼里啊 光绪还是一个比较鲜明的皇帝 就连在政治上倾向于支持慈禧的李鸿 张 张之洞 刘坤一等人 也都认为光绪啊 这皇上还是不错的 缺点呢 就是性格呀 稍懦弱了一点 翁同和是光绪的老师 在他的心目中啊 光绪的人意在皇帝当中是比较少有的 慈禧策立大阿哥的消息啊 在国内传开之后 还是引起了渲染大波 上海这个地方反响是最剧烈的 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工商业比较繁荣 在光绪的维新理念中啊 有很大程度反映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 上海商会一千多人联名反对慈禧策立大阿哥 紧接着全国各地的商人纷纷反对 就连国外的华侨啊 也没有置身事外 工商业人士的反对呢 是软弱无力的 慈禧拿出了统治者基本的手段 什么手段 镇压 逮捕几十个人自然能压下反对的声浪 为了取得各国对自己的支持 慈禧也做出了一些改变 一改往日啊 不接见外国人的姿态 在宫里边大肆的宴请各国公使 还给他们送了许多贵重的礼物 各国公使啊虽然都接受了他的礼物 但是呢对他的做法仍然是颇有微词 慈禧由此呢就生了恨了 嘿嘿 心想你们这帮外国人啊 一群不识好歹的白耳狼 哎 从此呢他对洋人也就再没什么好感过 个大阿哥普郡呢是个比较弱智的孩子 不喜欢读书 对治国呢是一丁点的兴趣都没有 最喜欢的事就是跟太太们打水漂 普郡有的时候还羞辱光绪 光绪会谐英文 这普郡就骂光绪你是鬼子徒弟 慈禧虽然囚禁了光绪 但是也绝不允许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发生啊 当他知道了之后呢 就让人抽了普郡二十辫子 由于普郡太胡闹 再加上不少封疆大臣比较看好光绪 慈禧最后没辙 还是把这不学无数的大阿哥给废了